今天来到复活的黄皮段 这黄皮段还是可以钓鱼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武汉的长江四周 有很多的支流 只要跟长江是连通的 这些支流里面到这个季节 由于涨水的原因都比较好钓鱼 所以这些钓场钓鱼的人还是挺多的 今天我们到黄皮段这个位置来试一试 第一件事我还是把旁边的别人钓友 剩下的垃圾稍微清理一下 在这些以河外钓鱼 我们一般都会采用玉米这个钓法 为什么使用玉米钓呢 因为这底下都是腌过的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水草树枝 这些障碍物啊 所以你用耳料钓的话 你耳料跑过去 它都会钓到这个缝里面出来 鱼它是可能闻到你这个味道来的 找不到你耳料 反而像这玉米 它可以钓到这个草的尖键上面 这种方式比较好 我们先削几个新鲜玉米 可以把它削碎一点 这样的话可能鱿鱼还好一些 所以你削的大一点小一点关系都不大 再把它搓散 搓散挤压一下 有脂它会更好 好 再把这个打窝的玉米 对一半 这样的话就是又要做到鱼爱吃 又能节约成本 用这个做掉 我们现在开始做掉 前期做窝很重要 窝子不单纯要打得集中 而且刚开始要打得多一点 等鱼来了以后 我们一杆打一勺就可以 但是刚开始一杆可以打两勺 这个甩大边看似很简单 实际不容易 甩大边一定要做到一条 就是要甩得很直 这个直不是你方向直 而是要你的坠子浮飘 三个是一条直 如果你甩得不直 很可能就让你长长的子弦 就不分开 或者缠绕到一起了 这个时候你会打很多空干 重余率也很差 走水太快了 没办法 你只能加快你的抛干的频率 你不能把它走得太远 你要走得离开它的窝子了 那肯定不行 所以这个抛干节奏肯定要加强 来动作了 咦 这个不像是鞭鱼了 不像是翘嘴 也不像鞭鱼 小草鱼 哎呀 开一看第二尾草鱼啊 有没有三斤 好胖 很多人可能一个疑惑 他认为这个我们现在钓的是浮 我们把这个玉米打下去 都沉下去是底了 这能钓到鱼吗 实际上我们打这个玉米主要是幼鱼 而我们抛下去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长的子弦呢 也就是为了让它模仿两个玉米自然下沉的感觉 所以它会来接 它会来吃 当然我们打这个玉米 最重要的目的是幼鱼 是把它幼过来 幼过来以后它在底下也会吃 它在上面看的这个耳 它也会吃 但是你如果不打 那肯定鱼它不会来 你就一直守着了肯定钓不到 而且它不吃 但是你就把它拿起来重新抛 由于这个水一直在往那边流 往右边流 所以我每次抛头中都抛的靠左一点 然后打窝子的时候我也会打的靠左一点 由于今天我们选的这个钓点水不是太深 钓这个鱼一般要选水深的地方会比较好 所以我就用了七面二的杆子 主线是4号的 子线是2.5号的 用的是11号的那个海溪沟 这样组合一般的是小一点的草鱼啊鲤鱼啊都能钓起来 然后对于小体型的鱼鱼啊鞘嘴啊 它空间也会比较少 由于头顶上正好是往天火机场方向的一个飞机航线啊 所以每几分钟一两分钟可能就有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 就是每次都是那个扶标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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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顶右边的时候 它才会吃一口 好像这个窝点这个鱼的鱼的鱼藏深的地方好像都在靠近右边 这么前腰钓 然后在那右边的位置 边雨 来 撒网 最后一杆了 有没有就收 又是小鱼鱼 有的人他可能说这么小的鱼鱼里都抄 其实这个线拎也拎得起来 但是拎起来他容易在中间摆 他一摆你的线受伤了下一端就容易出事了 也于这个水流走得太快了 现在很难形成窝子不好钓了 钓了两个多小时 收干 把鱼货给大家看一眼 钓了大概十来个鱼鱼 就是一个草鱼 哎呀这个草鱼还可以 这草鱼要做三十鱼局了 三四斤的草鱼 这鱼货给大家看一下 看得到吗 好 我就把他放了 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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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出了 这样的竖空去了 зап整 三四三 三四 放大 当时